各位觀眾,我即使到台北生活了很久,我都還記得我是新竹人 我是新竹中學畢業,我在18歲以前都在新竹生活 其實在我一直到當了台大的組織醫師以後才比較少回家 不然在念大學的時候,幾乎除了在台北念書,其他寒暑教的還是在新竹 所以新竹是我的故鄉,可以感受到新竹鄉親對我的支持 今天這本書叫生死之間是這樣 因為我當了30年的外科醫生,特別當過17年台大院外科家病房主任 我當時是倉皇離開台大院 所以一直在想說,我要把我當醫生的那段時間有一些心裡面的回憶,把它寫下來 當作是自己在醫界的一個回憶 也讓大家知道說,我看過這麼多的生離死別 為什麼我會在台灣的政治上有一個這麼特殊的性格 其實跟我當了30年的外科醫生,特別是從事了大概20年的急重症外科有很大的關係 希望大家在這本書裡面可以細細體會 人活在世界上的一些哲學 大概就是這樣,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本書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加油 還記得幫我們嘗嘗你就會穿讓人看 żeby混淆了 我們要不管如何 搖哩 我們先讓人讓人看 garden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